坏了 上不去 这次多到一遍 坏了 还是上不去 这怎么动啊 后边还有好多车 在那个泥的位置 颠了点东西 再冲一次 还是打转 下面有泥 抓不住地 好 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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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松 上去了 真费劲 那家伙 看到外面那个大车没有 看这一群司机 你看那个4米2的上不来 谁也不下 标车只能置在这啊 你说他停在路上也勾不着啊 这 这太远呀 然后放的位置呢 在那个人那里 放的位置也挺远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下了 上不去再说 上不去找车拉 你别看这个这个小坡啊 这个泥路 它是泥 知道吗 但是它不软 它倒挺硬 我刚才下来的时候 我开着雕车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往下去 还是挺硬 就是表面有层泥 可能是打转 它下线 它是绝对不会下线的 很硬很硬的 这车呀 这必须倒下来 知道吗 它停在坡上我都够不着 这不是工地的人啊 怕他一卸车了以后上不去 在下面给他铺了一些东西 这些绿色的这个地毯 可它铺上了 可能还会好一点 但是前提是 这个车必须倒下来 它在坡上 只能是一块一块的雕了 那要太慢 因为后边 还有好多的车 只能倒下来 倒下来 多雕一点 还快一点 要不一会下雨了更出不去 现在天都是阴的 每一寸都有铺上 就怕它上不去 它上不去了 只能是在外面找铲车给它拉了 但是铲车现在还没有在现场 到吧 只能倒下来 卸了车再说 再说我在下边 它走不了 我也走不了了 不是一样吗 快给它叼完了 还有最有一块 咱们就卸完了以后 我感觉啊 它绝对能上去 知道吗 一开始 它谁都不下来 他心了这一会儿 看它能不能开上去 我估计是没问题 你看我的铁车只能坐在这个位置 往那边放了好多的型号 好多型号的钢筋还往那边放了 要不够不着 再往前走 后边就够不着了 只能在这 你看不飞机就上去了 一开始谁都不驾 谁都不敢驾 其实没那么严重 好 接下来